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能把眼鏡搭上去嗎? 我能把眼鏡搭上去嗎? 我能把眼鏡搭上去嗎? 搭上眼鏡 你記得我們是何時開始搭配眼鏡嗎? 上年11月30日 搞了足足兩個月才正式拿到一副合心水的眼鏡 現在很好試清楚 背後有些故事 我們稍後再講一個經過給大家聽 我們第一百集也有提到眼鏡框的問題 今集想再講一些有關 幫助小朋友在英國搭配眼鏡的東西 來到英國 只要未滿16歲 都可以免費搭配眼鏡 包含鏡框和鏡片 首先你要去一些接受 NHS附近的眼鏡店 其實我們看到 在 Reading 或者 Wokingham 有很多眼鏡店 都會接受這些NHS附近的 我會建議先去這些店裡看看 裡面的眼鏡框款式 合不合心水 如果對的話 可以職場和職員去預約 是預約什麼呢 首先要做一個 eye test 我們當時 上年十月份預約 都要約兩個禮拜之後 才可以做到 test 做 test 當日 可以選擇鏡框 跟著 選擇鏡片的款式 如果你是選擇最基本的鏡框 和鏡片 基本上是可以完全免費的 但是你說 我要一些款式特別一些 或者小朋友的款式不適合 你要選擇大人的款式 是可以加錢去做的 鏡片也是 它包含你的最基本的鏡片 可能會厚一些 如果你想要超薄的 又要加幾十磅去做 所以當時 我們幫兩位小姐去配 總共都要加了 一百九十磅 預約了做 eye test 去到 有視光師 亦都要入房間去做少少 testing 然後 即時就有 回收 連續選擇鏡框 款式 選擇鏡片 以下也要給大家看 當時的影片 我們選擇了 在Tesco Extra 就叫做 Vision Express 現在一來到就是 驗眼先 其實用這個服務 都是要約 appointment 就幫小朋友驗眼先 通常它都會問 究竟上一次驗眼是何時 一般 如果對上一次是 超過一年之前 那就沒有問題 這一邊就更加多選擇 簡單講解一下 有一些款式 它有下角這個bubble 寫明是 Free with NHS Voucher 即是說 小朋友在這裡配 選擇一些眼鏡框 是完全不需要補錢的 旁邊這些 就是其他牌子 就要補充差價 但是它都會有一些優惠 因為原則上 NHS的Voucher 價值39磅 但是它不會收足 譬如這個 它是減了65磅給你的 這樣 有些再貴一點 有些是 明牌的眼鏡框 這些見到 右下角是沒有bubble 即是它沒有特別 再给折扣,就纯粹减回39磅的计券而已 这里有一个价目表,就更加清楚了 另外,刚才的士光师都问我们是否在这里定居了 即是合资价拿这个福利 原则上,只要你是这里的居住 而小朋友未够16岁,都可以允许这个NHS的选择 有些提供给你的,即是如果你对眼睛有健康问题 另外,亦都会提供一些眼测试给你 又或者可以给你试一些隐形眼镜 其他好处就是有100天的退化保证 还有LIFETIME的服务 即是如果你有什么小小的损毁 或者螺丝坏了,冲了,被托 都可以回来这里找他帮忙 我们大约等了10多天 职员通知我们回去拿镜片 这间分店其实在Redding火车站北面 Napier Road 那里有一间Tesco Extra 就是大型超市 里面有这间Vision Express的分店 以为都很顺利 谁知道去到就发觉 因为萧小姐的眼镜就不太适合戴 另外,那位设计员是态度很差 其实我们当初选择镜框的时候 他也是很push的 叫我们快点,要决定 不知是否下午4点多钟 就有些阻止你下班 最终出来的眼镜是不适合的 那个鼻托很阔,又不是很适合面形 他即场尝试帮我们教 但是他态度是很差 还跌了饭颈在地上 当时也没办法 打算回家自己再试试去教 搞得都不行 而且看到饭颈是已经有些弯曲了 不知道是否它跌一跌有影响 所以最终我们就打去热线那里 谈回这个案件 二线职员都能帮忙 他也抱歉 也提议了一些解决方案给我们 可以退钱 或者再去他们另一间分店 配付新的都可以 就不需要加钱的 过了几天之后 我们就去了Oracle商场 就是他另一间分店那里做 选了镜框 重新再配过 而且选镜框是便宜过之前那一副 30磅的 就是还有钱退 另外想提下就是 其实他用这个NHS的Voltra 你选了一间眼镜店去做 去做iTest 做完Test之后呢 你还有条件去转体的 就是可以去其他的眼镜店那里做 都可以 那你记得 去帮你做iTest的这间眼镜店 拿回你NHS的Voltra的Number 和它iTest的Result 那你拿着那张纸呢 就可以去其他眼镜店 配眼镜 那我们就没有这样做 因为我们是做完Test 即刻选择眼镜 那配上眼镜 虽然不对 我们可以再配 但是他就说 如果你转去第二间公司配呢 是不可以再用那个NHS Coupon的 因为他经意帮我们做iTest 和配过一副眼镜 那就不可以double count一样的 那大家留意 就是做iTest之后 还有一个灵活性 但是你一配了呢 就你一是退钱 就在这间店再配 否则你转去第二间公司 就要给正价了 就是不可以再用到你的NHS Voltra 嗯 怎么样 喜欢不喜欢啊 喜欢啊 终于配到新眼镜了 好感动 是啊 对啦 拍一拍你旧那副 这个烂了 其实款和旧那副是很相似的 那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们旧片 其实萧小姐的眼镜呢 是上年三月底 准备入学之前那一天就弄烂了 那一路就靠 对啦 他都可以拆开了 现在 因为一路都是靠那个胶圈 去黏住 对啦 那捱下捱下捱下捱了半年 然后呢 我们上年十一月尾就去配的 那中小姐一起配的 中小姐两个星期之后 即十二月中 已经拿到附身眼镜了 但是呢 萧小姐就不幸運了 配出来就不适合用的 好开心喔 哇 还有喔 配身眼镜有一个 意料之外的事喔 好像就是没有深度的 好像还减了少少 我真是不明白咯 你上年总共打了三百多个小时 Minecraft 竟然近时没有深度咯 我好彩的 你好彩的 保护眼睛 我去吃了 DONALD 不理你了 很漂亮 在ORICO商场这一间 Vision Express的分店呢 其实都挺好的 因为大一点啦 那些镜框的款又多一点啦 还有最重要呢 里面的职员呢 普遍态度都挺好的 那我们都 顺利在这儿帮萧小姐 再配过第二副身眼镜 那大家如果觉得 有需要的都可以考虑来这一间店 帮你的小朋友配合 在英国这儿生活呢 都是很多学问 很多经历 那我们都会继续 一路将我们的经历 分享给大家 都是那句啦 希望我们遇到些什么 顺利不顺利都好 走了多少冤枉路都好 都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些 参考和借镜啦 OK 今集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集见 拜拜 拜拜